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概述有几个重要的国际事件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在乌克兰战场上 台湾志愿兵吴忠达不幸阵亡 成为第二名在此战事中丧生的台湾志愿者 吴忠达44岁 曾是台湾陆军特战部队的退伍军人 为了支持民主和自由而参加了这场战争 他的家人目前需要协助 台湾外交部表示会提供必要的支持 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对于志愿兵角色的讨论 并且也让人们关注到持续的俄乌冲突 接下来我们看到 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外交关系 因为一宗暗杀案而紧张升级 加拿大指控印度政府 与一名在加国的西克教活动人士的刺杀有关 印度则强烈反驳这一指控 称其 荒谬且毫无根据 这场外交风波让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双方互相驱逐外交官 未来的互动恐怕还会继续受到影响 最后 德国在推动电动车的转型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战 虽然德国电信公司 已经开始不再购买燃油车 转向纯电动车 但其他大公司在这方面的进展 却相对缓慢 许多公司仍然在使用油电混合车 这使得环保目标的实现变得困难 专家指出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德国的气候政策 也让许多企业错失了推广电动车的良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第二名台湾志愿兵在乌克兰战场阵亡 美国之音中文网 赴乌克兰作战的一名台湾志愿兵近日在俄乌战事中阵亡 台湾外交部星期日 11月3日证实此事 并表示将是家属需要提供必要协助 他是第二名在乌克兰战场身亡的台湾志愿兵 综合台媒报道 名为吴忠达的44岁台籍男子 星期四 10月31日 在乌克兰东部城镇阿夫迪伊夫卡 执行夜间任务时 不幸被俄军手榴弹击中 当场身亡 为战火还在持续 乌军尚未确认事发经过 台湾外交部表示 于11月2日接或通报后 立即向乌克兰国际志愿军总部查证 或告一名参军国人 不幸在前线阵亡 台湾外交部补充称 家属不愿公布姓名 也不愿受访 致力于支持乌克兰的台湾牧师黄春生 在其脸书称 无幸志愿兵是心里非常柔和的猫战士 为民主自由而战 留下未成年的二子一女 将由阿妈照护 黄春生回顾两人 在社群软体上的最后对话内容 吴当时提到 旁边的民宅被炸到 我们准备要换安全屋 无幸志愿兵为台湾陆军特战部队退伍军人 去年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 他今年年终 曾短暂回台 治疗被炮弹碎片炸伤的大腿 7月再次前往乌克兰 重回前线 无幸志愿兵离国前 在接受台媒自由时报采访时表示 家人对他去打仗的决定非常担心 但他希望为正义而战 2022年11月4日 一名台湾志愿兵曾圣光 曾玉红 在乌东卢干斯克战场离世 是首位在乌克兰战场上牺牲的台湾人 台媒TVBS报道 目前乌克兰正规志愿军中 还有6名台湾志愿兵服役中 台湾立委沈柏阳接受台媒中央社采访时说 无幸志愿兵阵亡的消息 是经由台湾同袍回报给一名牧师 他协助居间联系 外交部正与乌克兰军方联系后续事宜 沈柏阳表示 由于战事仍在进行 目前使用无人机定位无幸志愿兵的遗体 待战火烧些后会将遗体取回 乌克兰军方也会进行相关仪式 民间团体 台湾乌克兰阵线最近 发帖悼念曾圣光离世将满两周年 对于无幸志愿兵阵亡一事 该团体发起人何曼科 Alex Komenko 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 愿他安息 我们与台湾同辈 荣耀归于英雄 俄罗斯2022年2月24日 入侵乌克兰至今 已有许多外国志愿兵在乌克兰身亡 据RBC乌克兰通讯社报道 7月一名22岁的波兰志愿兵 托马斯·塞卡拉·汤马斯·塞卡拉·汤马斯·塞卡拉 在卢干斯克战场上丧生 此前还有来自格鲁吉亚、荷兰、爱沙尼亚 捷克等国的志愿兵战死 俄乌战士持续至最近有战线扩大趋势 朝鲜已派兵援助俄罗斯 根据五角大楼 据信至少有一万名朝鲜军人 准备部署到俄罗斯受训 其中约8000人已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 预计即将进入对乌战场 朝鲜外相催善机 星期五在访问莫斯科期间表示 将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西克教领袖遇刺案 引外交风波升级 印度怒斥加拿大暗杀指控 荒谬且毫无根据 美国之音中文网 印度和加拿大过去一年多来 因为西克教活动人士暗杀事件关系恶化 加拿大先前称已有证据表明 印度政府涉案 印度星期六11月2日 则正式对加拿大政府提出抗议 称他们对该国内政部长 阿米特·沙阿阿米特·俄 的相关指控 荒谬且毫无根据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 兰迪尔·贾斯瓦尔 Randir Jaisval 周六说 印度政府强烈抗议 针对印度内政部的无机指控他 又说 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动 会对双边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印度与加拿大近期外交关系紧张 全因去年6月在加拿大 发生的西克教活动家 哈迪普·辛格 尼加尔·哈尔蒂普 的刺杀案 尼加尔过去是哈利斯坦运动 Calistan Movement的地方领袖 该运动旨在脱离印度 成立一个独立的西克教国家 尼加尔已在加拿大居住30多年 该国约有2%人口为西克教徒 尼加尔2020年被印度列为恐怖分子 他遇害时正被通缉 印度政府指控他涉嫌参与攻击 一名印度教教士 过去印度政府就对于 境内西克分离主义分子相当头痛 同时指控加拿大政府 放任西克教徒在加国境内发展 尼加尔刺杀案发生后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杜鲁道·Justin Trudeau 便指出有可信的指控显示 印度政府与刺杀案有关 而印度政府很快就否认这项指控 但两国对于这项争议的外交动作 并未停歇 加拿大去年先是将印度调查分析局 Research and Analysis Wyn 驻沃泰华首长驱逐出境 印度也随即驱逐加国驻印的 一名高级外交官 今年10月中 印加双方驱逐对方各6名外交官 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 戴维·莫里森 David Morrison 10月29日 在加拿大议会表示 他已向最先报道暗杀指控新闻的 《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证实印度内政部长沙阿的名字 但莫里森并未解释如何得知沙阿涉案 加拿大当局也不断强调 相关证据都已与印度分享 但印度否认有收到相关信息 这项更进一步的指控 让外交争端持续升级 周五 印度召建筑新德里的加拿大外交官 正式提交抗议信 现年60岁的沙阿 负责境内安全 被外界认为是印度政界二把手 也是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 Narenndra Modi 数十年来的亲信与助手 加拿大并非第一个指控 印度谋划跨境暗杀的国家 美国司法部在10月中旬 也对印度政府雇员提起刑事诉讼 指控他涉嫌对纽约市一名 西克教分离主义领袖刺杀未遂 美国当局称 主导该谋杀案者 是在印度的维卡斯 亚达夫 Vikas Eldaf 他目前面临雇凶杀人的指控 检察官此前表示 该谋杀案是印度政府 在美国和加拿大 进行一系列 其他政治性谋杀前的前期计划 印度政府先前称会 严肃看待这些指控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的报道 电动车转型 德国的公司用车 为何称绊脚石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com 在力求公司用车保护环境方面 走在了前面 自2023年以来 该公司已不再购买购燃油车 新车都是纯电动车 其他德国大公司 还没有走得这么远 花工巨头BASF的1600辆公司 用车中只有320辆电动车 软件公司SEP 将从2025年起 只购买纯电车和油电混合车 但混合驱动车 作为公司用车受到批评 因为公司往往只给员工 报销汽油 而非充电费用 这导致人们开车时 还是选择用燃油 而不是用电 不过 SEP为员工提供的加油卡 既可以加油 也可以充电 公司车自家开 也许有人会说 在德国路上跑的汽车中 公司用车 Diensteigen 仅占很小一部分 改变他们对气候保护的作用 并不大 这么想就错了 虽然德国私人拥有的轿车 远远多于公司 但大量公司车 在较短时间里 会被卖掉进入二手车市场 然后被开上很多年 因此 公司用车的选行 会在很长时间里 影响德国乘用车的构成 此外 大多数的新车 是被公司购买的 德国欣赏牌照的新车中 三分之二都是公司用车 而其中的一半 也可以由员工私人使用 由于多数情况下 雇主会支付燃油费用 这些公司用车的 平均使用频率 高于四家车 根据欧盟非政府组织 交通与环境 T&Amp E的统计 德国新上路轿车 制造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 四分之三来自公司用车 另外 德国的公司车 普遍体量越来越大 新车中 SUV以及中档和高档车 占据三分之一 政策不够给力 这一趋势 与德国政府的 气候保护目标背道而驰 迄今 德国的雇主 尚未开始大规模 将公司用车 更换为电动车 2024年上半年 新上牌照的公司用车中 仅有12%是纯电动车 这其中也有政府的责任 柏林政府 仍在间接补贴燃油车 例如通过对公司用车 提供税收优惠 虽然政府对电动车的 补贴更高 但燃油车还依然享受优惠 此外 车子越贵 补贴的金额越高 根据T&Amp E的数据 德国每年 对公司用燃油车的 税收补贴 高达137亿欧元 德国交通部长维新 Folker Wisin 对有关补贴态度 不够明确 一方面 他反对延长 对电动车的购车补贴 另一方面 却又不愿改变 补贴公司用燃油车的 既有政策 而交通部在绿色转型方面 也没有成为践行的表率 该部回复 德国之声的问询表示 最低目标 是从2026年开始 38.5%的新购轿车 和轻型商用车 因为二氧化碳零排放 目前交通部的 34部公车中 有18辆混合型 和11辆电动车 富人受益更多 T&M 译的专家葛词 Suzanne Gates 对德国之声表示 公司用车电动转型的缓慢 对德国汽车工业来说 是一种错失的机会 车商一直抱怨 市场需求不高 像大众 宝马这些品牌 去年在欧洲的销售中 70%都来自公司用车 潜力是巨大的 就连德国汽车制造商协会 VDA 也认识到 公司用车 对在德国快速推广 有力气候保护的电动驾驶 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因素 该协会主席穆勒 Hildegard Müller 表示 另有一项研究显示 对公司用车的补贴 最大的受益者 是收入最高的10%人群 他们的平均年税前收入 超过8万欧元 这部分人 真的需要补贴吗 德语媒体 中国的电动车政策 值得德国借鉴 鼓励电动车 电单车 至少 德国政府在新的促进增长倡议中 把电动车纳入了规划 目标是 针对2024至2028年 肩上牌照的新电车 公司可以更快获得退税补贴 另外 私人使用的公司电动车 将比燃油车 有更多税收优惠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德国分布气候与能源项目 负责人拉达词 VVN Reddits 认为 更有效的做法 是引入一项 与碳排放直接挂钩 并鼓励购买小型电动车的税种 此外 还有一些 值得推广的措施 比如 鼓励公司为员工提供电动自行车 或公交年票 这些做法 也有利于解决一些其他问题 包括停车场 占用大量土地等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作者 Inside Reed 马斯克是如何摄入和干预政治的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这位全球首富 已经不再满足于他的商业帝国 埃隆 马斯克 Elon Musk 作为全球最知名的科技企业拥有者 掌管着电动汽车特斯拉 网络社交平台X 和航天企业SpaceX 还越来越多地摄入政治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 只剩下两天时间 马斯克此前明确表示 大力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特朗普也向其承诺 如果自己当选 马斯克将在下一届美国政府中 发挥领导作用 53岁的马斯克 此前曾多次利用其公司的影响力 干预从巴西到德国等 其他国家的政治辩论 马斯克的政治承诺的可见度 是前所未有的 他凸显了一些私营科技企业家 越来越多地 对传统上属于政府决策权力 施加影响力的方式与方法 不少网络司法专家对此表示担忧 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研究员 《科技政变如何从硅谷拯救民主》 一书的作者沙克 Miraiat Shark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 马斯克所使用的技术 非常关键 他所拥有的公司 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力 并且在获取信息和地缘政治方面 处于关键地位 他说 马斯克经营这些公司 不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取得成功 他还利用它们 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 从温和走向强硬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创立第一家公司以来 出生于南非的马斯克 创建了许多成功的公司 并积累了估计超过2430亿美元 2240亿欧元的财富 他将初创公司 转变为全球技术龙头企业的才能 也使他能够控制关键的数字基础设施 从而增强了他的政治影响力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目前正在与马斯克执掌的民营航天制造商 和太空运输公司SpaceX合作发射卫星 SpaceX子公司星链 Starlink 为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 提供宽带互联网连接 星链通信 已成为从乌克兰到加沙地带 冲突地区的军队 不可或缺的通讯工具 马斯克和普京之间可能存在联络 华尔街日报调查指出 控制这些技术会产生地缘政治影响 据该报报道 据称马斯克自2022年底以来 一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联系 除此之外 据说普京为了帮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要求马斯克 不要在台湾启动星链 卫星通信系统 马斯克尚未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发表评论 2022年 通过收购X 前身为Twitter 马斯克还控制了当代最具影响力的 社交媒体平台之一 与此同时 这位曾经自称温和派的企业家 越来越多地站在保守强硬派一边 他公开反对美国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思想 认为这些思想对社会有害 打破传统 在今天美国大选举行前夕 马斯克的政治参与度达到了新高度 7月中旬 特朗普遇刺后不久 马斯克宣布公开支持这位共和党人 今年7月至10月中旬 马斯克向支持特朗普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近1.19亿美元 政治行动委员会 PARC 是可以为他们的候选人 筹集无限资金的游说团体 10月中 马斯克因向美国摇摆州的登记选民 提供现金奖励而成为头条新闻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签署一份请愿书 在选举之前的每一天 都会通过抽签 选出一名签字人 并奖励100万美元 美国司法部表示 此举可能违反联邦法律 对于美国商界精英来说 这种公开的政治参与是不寻常的 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研究员沙克表示 马斯克的行为似乎表明 他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他补充说 他指的是马斯克试图干涉其他国家的政治辩论 如果特朗普赢了 越来越明显的是 马斯克的努力显然也是为了在特朗普11月连任时 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影响力 沙克说 可以想象 他希望特朗普为他的公司 做出某些外交政策承诺 9月底 特朗普的竞选伙伴万斯 J.D.Vance 暗示 美国可能会重新考虑对北约的支持 如果欧盟对社交媒体平台 尤其是马斯克的X实施严格监管 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欧盟目前正在调查 X违反网络平台新规则的程度 这可能导致巨额罚款 数字法律专家沙克警告说 这种对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权力集中 是对民主的威胁 马斯克是不可预测的 他的立场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如果一个控制着重要产品 和基础设施的人改变主意 就会产生重大后果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作者Janice Delker 外交政策转变的起点 印度尼西亚将与俄罗斯展开联合军演 美国之音中文网 印度尼西亚本周一起 11月4日将与俄罗斯举行 为期五天的联合军演 分析家指出 此举显示 印度尼西亚新任总统 普拉伯沃 苏比严多 Prebovo Sabiantu 将为雅加达在国际舞台上 争取更为举足轻重的角色 是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 印度尼西亚过去奉行中立外交政策 拒绝在俄乌战争与美中对立之间选边站 但普拉伯沃 现却不顾西方国家的施压 主动与莫斯科 寻求更紧密的连接 双方将在周一展开五天的联合军演 地点在四水海军基地附近的爪哇海 届时 莫斯科会派出三艘小型护卫舰 一艘中型邮轮 一架军用直升机 与一艘托船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研究员皮耶特·潘迪 Peter Pandey 表示这事 他们更广泛的计划之一 目的在于加强与任何国家的关系 只要对印度尼西亚有益 无论对方属于哪个地缘政治阵营都可以 帕拉马迪纳外交研究院 Paramadena Graduate School of Diplomacy 教授安东 阿里阿巴斯 Anton Ali Abbas 则指出 印度尼西亚重申多次 他们不会在地缘政治场域中 疏远一 两个国家 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曾在2021年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 但这些国家从未单独与俄国实施联合军演 根据瑞典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CIPRI 数据 亚加达与莫斯科 有数十亿的贸易往来 但主要的军武进口项目 已经暂停数年 主因是 俄罗斯在2014年 非法并吞克里米亚半岛 与2022年入金乌克兰 而遭西方国家制裁 尽管如此 普拉伯沃不顾美国制裁威胁 仍保留他任职国防部长期间 于2018年达成的俄罗斯战斗机交易案 此外 在俄乌战争开打后 西方国家曾游说印度尼西亚 禁止俄罗斯参与2022年 于巴黎岛举办的G20峰会 但当时亚加达未让步 今年7月 普拉伯沃与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与克里姆林公会面后 发布联合声明 宣布双方将展开海上联合军演 专家表示 这显示出莫斯科在其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将会提升 在当时的会面中 73岁军人出身的普拉伯沃 向普京表示 他希望加深与俄罗斯的关系 我们认为俄罗斯是很棒的朋友 我希望能继续维持 并加深这个关系 普拉伯沃上月就任时也表示 他希望能建立 强大有意往 之后他便访问中国 澳大利亚等十国 并与澳大利亚签署新防卫协议 因应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 除此之外 印度尼西亚上月底也表示 他们已提交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 但普拉伯沃上任没多久 很快就遇到棘手的海上考题 上月三度将中国海警船 驱离印度尼西亚 主张拥有主权的水域 潘迪分析 印度尼西亚此次与俄罗斯的联合军演 可能不会像印度尼西亚 与美国或其他盟国每年举行的 超级加鲁达之盾 Super Geruda Shield 演习这么先进 比较算是两国关系的初级合作 尤其是海军方面 亚加达与莫斯科的海上战略目标不同 印度尼西亚主要是受到走私与海的威胁 俄罗斯则是正在寻找可能的盟友 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的联合演习 可能会引起试图孤立莫斯科的美国的注意 美国驻亚加达大使馆 拒绝对演习发表评论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 朝鲜称尹西越增加核战争风险 韩美日三国联合空中演习 反制和导弹威胁 美国之音中文网 朝鲜官媒朝中社星期日 11月3日发布了一份白皮书 指责韩国总统尹西越的对朝政策 将自己的国家置于核战争的危险之中 与此同时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韩美日三国实施联合空中演习 美国战略轰炸机B 伊比参演 此次演习旨在反制朝鲜上月31日发射 火星炮19型 洲际弹道导弹 应对日趋升级的朝鲜核岛威胁 白皮书由朝鲜对敌研究院 Institute of Enemy State Studies编制 并由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布 文件在各方面批判尹西越 包括指责其 关于战争的鲁莽言论 终止919军事协议部分条款 参与美国的核战争计划 并寻求与日本和北约建立更密切关系等 白皮书称 韩国不断恶化的军事行动 只会推动朝鲜 以指数级速度储备核武 并进一步发展 其核攻击能力的自相矛盾后果 保守派的尹西越上台后 对朝鲜政策采取强硬路线 朝鲜则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继续发展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 韩国政府指责朝鲜的武器试验 加剧了紧张局势 并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和军队 来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平壤近来一直在采取措施 切断朝韩关系 包括修宪将韩国重新定义为敌对国家 今年年初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 不再将韩国视为和解与统一的对象 最近朝鲜接连炸毁了连接朝韩的部分公路和铁路 卫星图像显示 朝鲜在以往的过境点修建了大型战壕 今年5月份下旬开始 朝鲜频繁向韩国各地放飞垃圾气球 韩国重启对朝大声工反制 平壤方面称这些气球是对脱北者 和在韩活动人士宣传活动的以牙还牙 周日的白皮书中 还列举了尹熙悦的国内政治困境 包括妻子的丑闻 这些丑闻使它的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 朝鲜在射洲际弹道导弹 专家体积过大不适合实战 朝鲜10月31日 是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ICBM朝中社隔日报道称 成功进行了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火星炮19 Wassang19发射 并吹嘘该导弹尾 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略导弹 和完美的武器系统 但专家指出照片显示导弹 及其发射车过大 质疑战时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 且朝鲜官媒报道 未提及技术面 紧着重宣传 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的 导弹专家张英根 Chan Yangkun 因意 估计火星炮 19至少 有28米长 92英尺 而美额的先进 ICBM不足20米长 66英尺 他表示 导弹尺寸过大有助 韩国情报部门提前探测到发射 这会增加在冲突中 被敌方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 他的生存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 张英根解释道 韩国国防研究院专家李易宇 李英尔 因意 也指出 导弹变大 发射车也变大 而只要运输 安装发射器的体积变大 它的机动性就会降低 李易宇还提到 重返大气层技术 是朝鲜当前发展导弹 最重要的目标 但它们只是在不断增加射程 这或许表明 它们对重返大气层技术 仍不具信心 此外 金正恩包媚 朝鲜劳动党副部长 金宇正星期六 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 就国际社会谴责朝鲜发射 火星炮 19型 洲际弹道导弹反驳称 朝鲜劝不会改变路线 重申不放弃增强和武力路线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报道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